10月5号早上11点发生一个台湾的头条事件 机车骑士将机车骑上了国道 最后造成了十辆车子的追撞 那这起事件比较引起社会关注的地方就在于说 当机车在国道要受到拦阻的时候 他还是一边叼烟 然后一边跟国道警察示意请他们离开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画片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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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张机车商国道的事件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台湾的精彩国道史 其中就是所属我们的网红天峰 跟直哥他们的精彩记录 我们看一下当时他们疯狂的画面 我们要上国道 摸到 摸到 摔一杯愛心摔一杯漢堡 很珠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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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糕可惡啊 來6000 7000 8000人 在哪裡 等一下有更 更搞笑的 奧運 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是在留言區 收到了我們廣大網友提供的訊息 法國有一名知名的惡搞YouTuber 為了拍自己的惡搞影片 他在國道上裝起了蝸牛 我們可以看一下當時的精彩畫面 整個國道為了一隻蝸牛 紛紛讓路讓開然後造成大排車 如果說我們台灣的YouTuber 仿效做類似的影片應該就會被出真 出到往生了吧 好的 老話一句 看到留言區我們就放心了 但是留言區 真的看看就好 謝謝收看 我們要經紀錄了 到你嘗嘗 其實大家不要做個大公司 就是小破蝸牛 Ч這兩個我今天就完成了 一間小破蝸牛 有什麼小破蝸牛 你怎麼搞得炒蝸牛 加自或是草大